Find the equations of the tangent plane and the normal line to the surface At a point 那我们要求这个区面 在这个点 它的切平面和发现方程式 这个看着我们的等位面 fxyz等于常数 那这个是我们的fxyz 要看这个等位面 这个区面 它的切平面 那有一个重要的向量 就是del f这个向量 它是切平面的方向向 切平面的发向量 也是发现的方向向量 所以先找del f 对x的偏导数 2x对y偏导数 4y对z偏导数 6z 那么在301这个点 301这个点带进去 301这个点带进去 我们得到这个是66 606 606的话呢 就可以作为 切平面垂直 那更切平面垂直的话 我们找发向量 我们系数可以找简单一点 我们找101 就找这个 成一个倍数的话 当然还是它的发向量 所以我们用这个简单的系数 或者你直接用 等一下再约分 结果都一样 所以发向量是101 经过一个定点 x-3 y-0 z-1 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 切平面是x加z 这个等于4 x加z等于4 这个就是我们的 tangent plane 那normal line呢 normal line我们要用对称式来写的话 我发现有一个0 有一个是0的话 那我们就要把这一项移出去了 这个0的这一项移出去 所以x跟z的 这个可以这样写 x-3 z-1 但是0的那个部分呢 就表示说 y横为0 这个写法 对称式的写法 这个是它的 normal line 那当然呢 这个直线要写参数式也可以 它经过的定点 这个点是301 经过301 然后呢 这个是加上 方向向量是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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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t t t 那0倍的t当然就可以不用写 所以可以化简成 xyz x是3加t y是0 z是1加t 那这个是可以用参数式来写 所以假如说碰到有一个直线的方向向量 又等于0的时候 对称式 这个0的这个1出来 那不然用参数式来写也可以 一定行 那可以 他的